今年來講的話Natsing 其實我覺得Natsing這一次的系列賽 有些地方打得蠻出彩的 但是也有打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他打Winter 他只要打Win就好了 可是其實我對Winter的印象最深刻是他的重胎 重胎是不是 他打人類的重胎非常的快 也是 那其實我覺得打人類的重胎很重要 對 所以其實 等一下就要看Natsing在對青重胎這個細節上做得好不好 對 好 來看看第一場地圖喔 地圖是電子叢林 在地圖右下方是藍色的叢豬選手 然後Winter 好 在地圖左上方則是少量的人類喔 現在台灣僅存的兩位人類選手Natsing 現在只剩下兩位人組喔 一個就是Natsing 一個是Easy佩特 都在敗哲組 不過還有一個啊 日本人王 對 喔喔喔 抱歉抱歉 我忘記還有他了 還有他 你是不是看不起人家 沒有沒有 我覺得就是因為你今天 你今天可能完全遺忘他了 所以他今天應該可以順利的競技 我沒有 我從來不會遺忘他 欸 他跟我是同期的欸 我對他當然是寄予厚望啊 我對他還能在打 我看你剛剛 我看你剛剛的反應是完全忘記這個人啊 我剛剛說台灣嘛 對不對 台灣不是台灣 好 可以 可以 好 這邊看一下喔 人類這邊打一個單兵 看何況 那 其實 像他們講的 其實人類現在在打 重組 我建議還是拉一隻攻擊去看一下 求穩 對 因為其實 我說真的啊 拉這一隻農 雖然說早期可能會讓你 卡個五塊錢這樣子 但是 你只要這隻農有拉出去 其實你可以少防很多東西 對 你看像上次Natsing第一場被優格放了一個 就是17D接5隻雜丫過去打一波 就他第二場什麼都沒偵查 他就直接放了一個碉堡 沒錯 那其實是超 其實是超級虧的 今天人家根本就是 家裡就是爽刷農民 然後你還下一個碉堡在那邊防守 事實上你拉一隻攻擊去 我記得 我那時候有研究過 你 你這個 這時候你拉一隻攻擊去 跟 沒有拉攻擊你大概賺個五十塊而已 所以就像你剛剛講 他剛剛 不是蓋幫 他其實還虧的 對對 對 尤其對方沒打你 其實這邊這個農民我覺得 我覺得 不用第一時間回去欸 因為 你剛剛其實是有機會 繞上去的 因為你今天確定對面十七滴 你 如果有上去看一下 確定對面到底後面是 到底是有沒有提狗數 然後看有沒有放這張草 其實我覺得 也是有這個必要啦 對 因為 因為你既然都出來了 你 也 你活著回去 我老實講 也不差這一點點錢 我老實講 對啊 我個人認為他這一隻 他 他剛第一次沒有選擇穿的話 他只要往後拉嘛 但是他往後拉也不要回來 因為你還要 讓他去看一下山礦嘛 對 那你這一隻 因為你都知道他十七滴了 他狗肯定會繞出來 那你這隻 事實上是不能離家裡太遠的 那這邊是選擇要打一個兩船兵喔 這真的是 這個套路真的已經很久沒有人打了 對 最主要是大家已經打得太習慣了 都會熟了嗎 都會熟了 就是很簡單 對純屬來說 這個開局 我老實講蠻舒服的 就是 你農民可以一路按到四分半 然後這時候你家裡可能就先升一個一房 然後 跳二本之後 趕快追你那個獨到的滾速 其實就可以 前期其實 四分半之前 你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壓力 你只要一直刷農就可以 沒錯 好 那這邊看一下 唉呀 細節沒有處理好 事實上 現在兩船兵打最好的 的人類有一個已經去當兵了嘛 他另一個是 要看他要不要打就是馬路嘛 他現在不再信了兩船兵 他相信把 他相信把兩個兵 放在外面就可以打死了的那一套 沒錯 他說兩船兵這種東西 太麻煩了 還要踩瓦斯 還要提科技 我把兵移放在外面就把你打死了 我幹嘛踩瓦斯 沒錯 這邊 火車人 他要打那個假的兩船兵 然後配那個一個醫療艇 然後配火車人的那個一波 對對對 這個其實蠻強的 如果 如果今天蟲族是像我剛剛講的那樣守 那這一波頂死的機率是很高的 對 不過這邊Winter是有先下毒爆蟲草的喔 我只能說Nathing運氣不好 因為正常來說蟲族不會這樣守 如果他今天知道你是打兩船兵的話 這個毒爆蟲草是不會放 他絕對會是先直接提一個一防 或者是二本直接下去 沒錯 然後媽媽跟狗按就很熟了 好 打一隻蟲蟲來行李 對不要讓他走 其實我覺得Nathing這邊 我覺得他應該要演得 更像兩船兵一點 因為他這個一船這樣子六隻槍兵出來 因為Winter剛剛前面是沒有飄蟲蟲進去的 他可能會以為你這也是單兵營 然後配什麼一顆鬼雷之類的 對 對那這樣的情況下 Winter可能就不見得會先選擇雙身攻防 沒錯 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反而會有點 我覺得有點造成反效果啦 你看Winter這邊還在插包子打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他是兩船兵 對 我覺得這一波有機會打死喔 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 沒機會 完全沒機會 因為Winter這個 他剛剛這個細節做得好 他狗有繞出去看一下 對 我只能說 那次你要打一波的細節看起來做得還是不夠多 因為 你打這個前面你就是要真的演得很像兩船兵 讓對面看到 他才 他才會 他才會 依照你的反應 依照你預想的去打這一波 可是我覺得這一波操作還可以耶 還可以啦 這後蟲很多啦 這後蟲很多應該不會有太大的 只要不要有太大的食物 哇 哇 抓上去了 SV剛剛承受了大量的火力 真又打了一波 拿起來 後蟲噴起來 他這個弓兵是在互修是不是啊 對 在互修沒錯 互相取暖 完蛋了 完蛋了 好那次打出去 我 我只能說 那次你打這個 這個套路前 他應該做的事情 沒有讓 沒有做出來 沒有演戲 因為你打這個東西 你強是強在 對面今天覺得你是兩船兵 然後他用純狗加後蟲去守這一波 他是有 他是完全擋不住的 要看 不過還是要看操作 對 但是他 絕對是你的配兵 優於他的狗加後蟲 沒錯 但是你今天完全沒有演戲 而且前面 還做了一個很像你是一一開的動作 所以他這個毒暴從頭也完全沒取消 他就是直接 我今天就走毒暴 然後大量後蟲 然後看起來 而且他家裡還都下了包子塔 對 看起來這Winter就是完全不覺得你是走兩船兵 所以他前面的反應 就不是守兩船兵的反應 他就是走一個比較全防流的開局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這一波等於說 幾乎這個奇招幾乎等於說沒有任何的威力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情況下是 剛剛他第二個兵不要藏 他就直接放在外面一點 然後今天讓Winter有機會繞狗 故意繞他的狗進來看 然後看到你兩個兵 然後那個科技實驗室在升打升 那時候Winter心裡就覺得 你今天兩船兵喔 那我今天我就 他就 他剛剛就不會先下毒暴蟲草 他就是先把 那個進化師放下去 然後可能一防按下去之後 就發現 你怎麼會有火車人跟槍兵到我臉上 這個時候才 這個配兵才是Nathy想要看到的 是的 不過其實我覺得他剛剛也是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那一波打 沒有打下來基本上就輸了 可是 我是覺得有點放棄太快了 還是能再拚看看 是很虧阿 但是你如果後續 你對你自己的中後期 稍好有信心 其實是可以再稍微再撐一下 沒錯 好來看一下第二場地圖 地圖是凱羅斯教會點的地圖 左上方是藍色的充足選手Winter 好在地圖右下方指的是 紅色的人類選手Nothing 其實像剛剛那個開局阿 我有看過很虧很虧 但是還是翻的 但是就是 你可能要判斷好 第一時間假設如果那個毒暴蟲 很多的話跟後蟲很多 而且剛剛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打那個時候人的陣型超爛的 對 其實他的火寸第一時間也沒有 也沒有先拉開 然後就一拖 跟著槍兵一起往前走 沒錯 那邊我們看到的是 從後 後蟲是很漂亮的一個扇形 環狀包夾 然後 那個毒暴是一顆一顆出來 對 那基本上就是 你要賺 你要打贏就很困難了啦 對所以 不過我覺得還是 歸咎於前面 前面的Nessing這邊 戲還是做得不足 對 因為你今天這東西 你就是要故意讓他看到 威力才會搶 沒錯 就是一定要演的就是說 我今天走的就是兩船兵 甚至你把一堆槍兵走 你不要給他看兵 沒關係 你把一堆槍兵走出來 你只要是兩船兵的量 今天Winter就會心裡想說 那你今天打的就是兩船兵 對 他根本不管你醫療停有幾 他就直接 他就直接先把那個 進化石先放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 這招如果你前期戲演的不夠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是一點為力都沒有 沒錯 你肯定是要做一些東西給對方看的 好 那這邊看一下 好 這邊Nessing Winter這邊還是十七敵啊 然後Nessing這邊 Nessing這邊 一樣有偵察 看還是有 這邊是有記取上個禮拜的教訓 上個禮拜那個槍兵開 沒偵察 被人家捅了一個五隻蟑螂一波的 沒錯 肯定是要的啦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 面對這種Winter 又有可能極威 有可能會放這種戰術 他肯定還是要看一下比較安全 可是我都覺得他都不上去再看一眼 對其實 其實我覺得上去看一眼是好的 因為畢竟你還是要確認 今天對面是五瓦開 甚至是前面 或者是他是樹狗開 其實你要防 你前面要做的防守其實是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今天你對面是十七滴 有瓦斯的樹狗開 他的狗速是會比你正常知道的三分半還要再早 沒錯 那你這個時候你如果是兩火車加一死神 就直接走出去那種 其實是很危險的 沒錯 是有機會在地圖中間直接被包掉 那如果你遇到這種你不知道 你被包掉你被推回來家裡 其實那二況一定是要飛起來的 對 其實我就覺得他有點那種細做一半 你知道嗎 我今天已經拍一隻狗兵去看了 可是我又沒有看很多 我只知道你十七滴 可是我不知道你十七滴後面到底接的是什麼 對 因為其實有些從此是 他可能十七滴的話 他可能直接就放漲漲草了 甚至 在前一陣子 他十七滴之後 直接挑二本直接接你從中 你也不知道 對 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這個狗兵其實第一時間你如果上去看 看完之後確認一下他瓦斯的狀況 然後你再往他的三況走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今天十七滴 如果他沒有出門去追著你的那一隻狗兵跑 其實對你來說都是好事 因為至少你知道他的狗在哪邊 沒錯 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對 好這邊來看一下 死神跟兩隻火車 去壓一下重胎喔 這邊可以看到Winter非常快速的 兩隻媽媽直接出來鋪重胎了 這邊Nathing不知道有沒有看到Winter三況是開在上面的 看起來是什麼都不懂啊 他等一下如果過去看到Winter下面那個三況沒開 他會不會以為人家要打兩況一波 然後家裡直接下五個碉堡 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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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知道 我是覺得他有可能 太敏感了吧 他說不定還直接丟了兩個掃瞄 我跟你講 直接主框二框更丟一個 主框看到沒東西 二框也沒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太拼了耶 他往丟一個就差不多了 完蛋了 他為什麼不再去右邊看一下 他那個火車 對啊 而且他也沒有往下繞去看耶 他是不是下面也沒有繞啊 他什麼都不知道啊 正常人類是 這個時間點一定會激勵去看一下三況有沒有東西的 因為你沒有三況只有兩 只剩下兩種戰術了 一個就是可能是蟑螂一波嘛 你說的那種 對 一種可能就是樹碑堂 但樹碑堂其實現在很少見很少見 幾乎是看不太到 因為很好守 那 等一下他都沒有看耶 他是不是 他 應該還連對面三況站在哪裡都不知道吧 啊這個火車是在繞心酸的是不是 是 哇 都沒有看到東西好可惜喔 不過這那次他其實從 他從頭到尾就是想要打人家兩況一波 他打上次那個優格那個兩況槍彈一波 對 兩況一波 我只能說他運氣也很差 兩況一波遇到人家三況天開在上面 對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那個正常的那個三況位置 其實是有一個那個延遲可以利用的 坦克加在後面其實是非常強 但是上面那邊雖然也有一個高低可以利用 但是相較下面來說是好守一點的 沒錯 好這邊趕快輕一下重拍喔 我覺得看 應該這樣講齁 那時雖然有做一些偵察 但是他得到資訊還是太少了 那尤其是三況的地方也沒有做好 因為這邊其實 我認為啦 三況的重拍是也要壓掉的 因為你 你基本上你要打這種雙況一波 你就是要把重胎控制好 尤其是 最少最少都不要讓他碰到那個血坡 對 因為重胎 你今天最 能夠利用的高地就是 能夠利用的地形就是 這個高地上面 這裡把坦克加在上面 沒錯 然後槍兵往下丟去 去打這個三況 阿你如果今天你沒有去壓制到這邊的重胎 那今天你一上去 然後Winter這邊大量狗賊衝上去 那你不就爆開了嗎 我覺得他要走正面欸 他要走正面 我在想Nasty到底知不知道 人家三況開在那邊 除非他還在想人家三況是開下 他會不會以為對方沒有開三況阿 我的天阿 他這邊還在慢慢清從他欸 真的 這個 我覺得這個重胎清完 我跟你講他架這邊肯定不知道 框開在上面 你信不信 我也是這樣覺得 他架這邊肯定他不知道框開那邊 他現在看到應該知道 看到後蟲走在這個地方 應該知道框是開在上面 可是 你打這個口 我覺得他輸了 這個口其實也沒有很好打阿 因為 而且Winter後面還繞了一波狗 這個坦克 等一下 同時配一個鞋桶 後面先吃 他沒有吃 他沒有吃 這個坦克吃掉 然後 吃完之後 配合那個正面的 後蟲狗賭到一起上 其實 基本上這一波就解掉了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是覺得Winter應該守住了齁 欸等等Winter不能送阿不能送 欸 Winter的冰看起來 我跟你講 這時候要讓 那時你發揮他的特色阿 你說 克要克過度阿 克要克太多 看起來Winter Winter的冰很少欸 對他剛剛應該是有個失誤 因為Winter這邊有爆錢喔 他身上800塊花不掉 代表他剛要嘛是噴軟 你看他現在二礦其實是 噢等等 這個坦克現在走上來了 走上來了 突破點掉 好沒關係 這邊的機箱兵很硬朗 蛤 點毒爆點毒爆 哇 弓兵都來了 不給你 不給你活囉 看 這一波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直接打死了 應該打死了應該打死了 我覺得是Winter這邊的問題欸 因為其實這一波對Winter來說 壓力應該沒有那麼大的 他第一時間重胎 Nathing其實這邊輕重胎輕了很久 然後其實架在這個口 坦克也沒有震得到非常強 這應該 他這個 我聽他那個打這個聲音 真是清脆 真的 等一下他會再按一次 你信不信 等一下你看他一樣 你都沒膜了 按下去按下去 再刻一針 再刻一針 一針 有有有有有有 又補上了 這能量 拿起來拿起來 哇 太神了吧 哇又刻一針 清脆 而且他沒有盾牌 這就是正常發揮你知道嗎 正常來說 人類這波推出來後續應該是直接按盾牌 對 合理啦合理啦 噢這個炸大的 這邊 不過最主要是Winter這邊 龍也死光了 對 好啦這應該帶走 好這Winter打出 GG 我們恭喜Nathing 搬回一城比數 贊成1比1平手 可是我覺得這場也是很多東西可以去討論 對 看起來是 我覺得是Winter這邊失誤比較大 因為 他第一時間在守這一波的時候 身上 帶了大概800塊錢左右吧 那如果 這800塊錢 第一時間是有正常花完的 不要說 全部花完啦 剩個200塊或300塊 你那 第一時間的狗其實是很多的 對 Nathing的這個正面我覺得是 完全打不贏 沒錯 其實我剛剛看到一個點 我為什麼會覺得 因為其實那個 那個狗 事實上人類不是那麼好利用 因為他只要站上去的 他是很可能被奪方包夾的 對 而且剛剛其實我們看到Winter 他是有拉一些狗去外面截外援嘛 但是 我們沒有看到後續是 他截完了以後的動作 因為其實最好的情況下 是他這樣子 他只要不要抱錢 他錢有一隻暗狗出來 跟毒爆有做 他抓了一個時間 他把後面那一群坦克跟槍兵截掉以後 他打一個包夾 那下面坦克沒有空的話 他可能會先去搭狗嘛 或者是 有空 但是下面可能坦克會被狗咬掉 然後上面是因為環狀的關係 直接壓過去 事實上他也不是那麼好甩 對 其實也會有一個情況是 比如說 Winter今天就一直追著後面的後援咬 對 然後變成Nexion後面後援 集結點必須先把 家裡補習家關起來 然後把集結點設在自己家裡面 那你今天正面那一波 如果第一時間 Winter是家裡去狗沒有失誤的話 正面那一波吃掉 人類要推第二波出來 想要打贏是不可能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一波狗也不見得一定要回來 其實 把人類後續的部隊 第一時間不要讓他往前去就可以 沒錯 然後正面就是你 你後續爆出來的狗跟毒爆 其實我覺得就乖乖的接上去 然後把正面的 正面 因為他剛後叢其實很多 你只要沒有失誤 正面的部隊操作掉 然後Nexion可能被迫推第二波出來 但是其實那個timing點都過了 而且你很快的 把重牌補出來 然後那個時候 你的狗其實也是有一定的數量 你直接 如果Nexion今天趕上重牌 就直接衝上去 根本不用管他 對 你根本也不用等他架起來 你就衝上去 第一時間直接把他包掉 遊戲就結束了 而且我覺得人類剛剛有一些細節上 譬如說盾牌沒暗這件事情 因為我記得沒錯的話 這個套路你要打 你一定是出門的時候 有盾牌 一定會暗 出門的時候應該是打真好 對 然後打真 你推到對面臉上應該是盾牌一半 一半左右 然後打直打真你盾牌就好了 沒錯 不可能是完全沒有盾牌 因為你那個多那個死滴血 欸其實在 戰局上的牛轉是很容易看到的 而且 對Nexion來說他可以多打一次針 對 對 我可以多打一次針 他沒有那個 沒有升盾牌只能打三次 沒錯 他升的盾牌可以再多打一次 我是覺得很可惜 其實事實上剛剛那個套路 我是認為啦 他如果 真的一開始就決定打那個點 我還是覺得不是很拖 因為這個套路本來那個地方太難打了 對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 其實剛剛第一時間是看到Winter 他的存在其實是有不好的 所以其實已經拖到Nexion很多時間了 對 正常來說拖這麼久時間的情況下 衝出不應該輸 沒錯 然後 再加上其實 那個點位坦克放的地方 我覺得 也沒有真的到很好輸出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剛剛Winter這邊 失誤還是大了一點 沒錯 這一場原本應該是可以Winter拿下來 結果被推 結果直接被推平 對 然後 我比較好奇的是Nexion剛剛到底 知不知道 知道我們開三礦 對 那個三礦的位置到底在哪邊 因為他從頭到尾 他一直在充足的充胎外面 嗯 然後火車就在那裡一直巡邏 那如果今天對面 如果是打蟑螂一波 然後從三礦下面繞出去 那你比較有隔屁 對 因為我是覺得今天的 我們看Nexion的比賽 他都是 他有做偵查 但他都做半套 真的都是半套 對 這樣子的打法其實都是偏危險的 尤其像遇到17D 後續有這麼多的變化的情況下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野兵贏了 哇 野兵贏了 就這樣子了 好不好 三兵贏 我看到他把這個補給站放家裡 你就知道他三兵贏了 這個補給站放家裡也是 我老實講 也是偏危險 對 我也是覺得不太好 因為如果今天充足 有辦法把狗繞出去 那你家裡 就完全爆開 對 你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拖時間 你就是 被迫等於說你這個野兵贏之後 你的所有農民 都要跟著一起拉出去 沒錯 其實我一直不太懂 就是你 你多賺那10塊好不好 多賺那10塊 事實上你門口沒有設防 他只 我跟你講高端的充足 他只要繞兩隻進去 你家裡就反倒不行 放開了 就放開了 我還記得 好像是 Information 打Sero在那個 紀元年起源那一張 他不是打三兵O-in嗎 對 結果他被Sero繞兩隻 狗 進到家 是不是Sero 忘記是不是Sero了 然後看到農民拉出去 對不對 對 結果他那兩隻狗 沒有死 然後一直去蠶食那個 家裡的工兵 我是覺得 我是真的覺得 Nathing今天 如果他真的 想要在比賽上打出成績 我覺得 還有很多細節 是他可以做到 因為他的實力 我覺得 無庸置疑 他能夠打贏Expect 我覺得絕對 他的實力絕對沒問題 但是 他的某些細節上面 如果能夠做得更多 想得更多 我覺得 在他比賽應該是可以 讓他更穩定的發揮 沒錯 而且我覺得他今天 是不是趕時間啊 你說都打一波 他今天都選擇一些 極端套路 他今天 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就說他練了各種一波 來打 來打Winter 阿 這 這 打17滴 其實 我 我覺得 你如果今天 遇到對方是17滴 不一定要擠著上去 你可以 先一隻農民上來 假笑 我就是來偵察的 然後農民跟剛剛一樣 直接走掉 然後走掉之後 我就 我就回去 去 我就可能去個幾隻 讓你後續把農刷出來之後 我再打進去 對 其實這個重組還是很危險 其實我非常讚同TOP的講法 你 其實你都知道他可能會 107滴開了 你先讓一隻攻擊上去看 你不用急著來帶Bunker 因為 107滴就是怎樣 他就是可能 刷了四條狗或六條狗 他就全力都按摟了 然後 你反而突然殺出來這隻下面 會讓他措手不及 就你看他第一時間 被這個Winter看到了 Winter第一時間 他不是刷狗 他是選擇出蟑螂 而且其實 他下面也一個 刁堡都沒有 他這樣 連一個支點都沒有 情況下 知道怎麼打 我是有點好險 因為他這個三兵 是要今天是要完全頂死你的 你如果剛剛看到 喔他拉農了 不過這邊Winter應該是有看到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 是Winter這邊出蟑螂 他出蟑螂在上面 甩你就好啦 對啊 重點是你要有支點 我覺得你下面 至少一個Bunker 讓他不敢下來 一個Bunker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是偏危險 而且 如果他剛剛是 比如說他一上來看到17滴 然後他第一時間 就直接拉農過來 對 那那個Timing點是 蟑螂還沒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就合理 沒錯 但是他今天拖了這麼久 人家蟑螂出來你才拖農 其實我覺得 應該理論上應該是 打不太到什麼東西喔 這打下來了嗎 這個 只要蟑螂不失誤 這邊點 點那個 點槍兵 點槍兵 有有 這邊Winter有在操作喔 有有有 有點有點 等下一步上出來就贏啊 我怎麼看都覺得 而且這個農民已經死光了 對啊 而且農民還在互修 這個怎麼會開 自動維修啊 朋友 互相取暖嗎 他只要把槍兵點掉就贏 我看是涼涼了 涼涼了 涼涼了 走遠了 好這邊那次打出了GG 我們恭喜Winter 2比1 擊敗了Nothing 唉唷我在想 也請進去 5比4